哎呀哈喽的打嘎好正所谓火线你不看禽兽剧你不如躲家打了飞机 哎我知道此时弹幕肯定全是那种刷 是的我选择看禽兽剧 哎我就喜欢你们这么聪明的样子啊 聪明聪明你们最聪明你们冲车锁是第一名 好的那么今天登上了我的暗恋我很多年的蓝毁西的土豪号之后 我就在想在选择给大家做哪一把枪的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翻到了这把联想风行黄金AK 然后我的脑海里面就浮现出了这把枪当年的一些传说啊 那么就让我这个超级老玩家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当年关于联想风行AK的传说吧 其实我早些年打SAVE对这个装备一直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啊 我只知道埋头打游戏啊 对这个装备方面的知识来讲是狗屁不通的啊 因为我从来不去关注这些啊 我只记得当年这个枪刚出来的时候吧 SAVE的江湖里面啊 很多人传说这把枪是呃 买联想的电脑 然后才能去抽取的啊 说是啊 全服只有一把啊 说的很严重啊 当时我们又不懂对吧 我我听了我也是信的啊 就别人啊 和你们很多人一样就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啊 然后呢 呃 过了一段时间啊 然后又听 就是SAVE的江湖里面 然后又听别人说啊 这把枪啊 就只只要买联想的电脑啊 就能够得到啊 然后呢 再过一段时间呢 啊 又听别人说啊 游戏道具层就有的卖啊 只卖880Q币啊 然后又过来一段时间呢 啊 又听人家说 哎 道具层打折了啊 只卖352Q币了啊 呃 听完我刚才说的这些 当年这个联想风行AK的传说之后呢 呃 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到呃 当年这把枪的稀有程度啊 然后我感觉 那个时候 这把枪的这个传说的 这种力度吹嘘 这把枪的力度啊 要远远的超过 后来王者刚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话题感啊 以及他稀有程度啊 感觉要比王者要稀有多了啊 就后来王者出来的时候 都感觉没有那么稀有啊 因为当时这个风行联想AK 基本上就看不到有人用啊 后来那个王者出来的时候啊 呃 虽然说稀有归稀有 但是看到很多人有啊 而且大家想一想啊 当年这个黄金枪啊 系列卖的有多贵 对吧 最贵的就是这个黄金AWM 和这个黄金 呃 嘎他零啊 嘎他零啊 黄金嘎他零和黄金AWM啊 他是真的贵啊 然后当时联想 风行AK的价值在 当时啊 也是远远要超过黄金枪不少的啊 你想一下啊 当年的Safe的环境是怎么样 你拿着一把黄金枪啊 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土豪啊 啊 觉得你这个人很有钱 或者说啊 觉得你是一个高手啊 他都会联想到这些啊 这就是身份的象征啊 当时如果你拿着这个联想风行环境也可以啊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 在当时出来的时候 对吧 很多人都说啊 全副只有一把 说的这么夸张 对吧 你想一下在当时你要是有的话啊 基本上大家都处于一个 好像看到你拿就当武林盟主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哇 全副只有一个人有啊 你想一下那是什么概念啊 在当时啊 哎 想起了当年我真的是突然兴起啊 恨不得把当年我YSafe的点点滴滴都拿出来跟你们分享说一下啊 但这个视频的长度有限啊 我们还是来说说这把枪的性能吧 其实这两把枪呢啊 很多人就风行联想AK啊 这个和黄金AK 很多人啊 感觉啊 除了外表以外 应该都是一毛一样的啊 其实我去查了一下数据啊 风行 联想风行AK打腹部和胸部的伤害 比黄金AK的伤害高一丢丢啊 然后其他部位的伤害呢 都是一毛一样的啊 而且呢 这个弹道都是一样的啊 再说到切枪速度什么的 和黄金AK也是一个妈生出来的啊 一毛一样啊 但是呢 怎么说啊 这把枪啊 毕竟他不是英雄级啊 有一个弱点啊 他这个切枪速度啊 在如今的这个Safe环境里面来讲的话 他算是比较慢的了啊 你就比如说这个片段啊 就因为切枪慢啊 被打死了 如果是火星灵我就把他干掉了啊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两把枪的这个枪声啊 这个外表的这个变化啊 除了枪把和枪杆以外啊 有一坨黑黑的像黑狗屎一样的 这个颜色变化以外 还有枪声啊 因着这个风形联想啊 这几个字 还有这个联想的英文啊 logo啊 其他的啊 都是和黄金AK是一毛一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啊 我觉得啊 就是我用黄金AK的手感啊 比用联想风形 呃 AK的这个手感啊 要好一点啊 这个联想风形AK的话 我打起来感觉有点 这个手感用起来 没有那么特别的好啊 你哎呀 你在这个时候大幕要说了 哎呀 这四人话吗 还说手感不好 抬手就是压发啊 我哪压发 也说出去啊 好 那咱们就不说这个手感的问题了啊 哎 说到这里啊 应该又有玩家想体验一下这把枪了啊 但是好像自己号里面又没有啊 那么没关系啊 呃 如果你是想租各种各样的游戏号来玩的话 可以来咱们租号店看看啊 有创业火线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逆战 和平金等几十款热门端游手游的游戏号 啊 QQ搜索 800849199啊 如果你有不想玩的游戏号啊 也可以放在这里出租赚点 零花钱 高分成高收益啊 然后咱们租号店现在又有很大很大活动啊 赞单公开透明 现在特别是这个 和平金啊 和Safe端游 Safe手游啊 这出租率都非常非常高啊 租金也很高 你介绍别人来合租的话 还能给你一个大红包啊 然后3月27号和28号呢 Safe的这个大黄蜂克尔特手枪再次返场了啊 有想领取这个大黄蜂克尔特的啊 也可以来找我帮忙领取啊 加视频左下角的微信 请兽区一二三啊 另外全区高价收Safe点 有想卖Safe点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Safe的活动啊 和任务啊 日常任务活动什么带座啊 领友情券啊 排位带打呀 什么刷这个刷那个的啊 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请兽区一二三啊 视频左下角有写啊 不要加错了啊 另外大家如果平常想看各种各样的枪械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游戏视频啊 都可以在这个弹幕或者评论局留言告诉我啊 我会尽量采用大家的意见啊 然后我的视频呢 就是做给喜欢看的人看的啊 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个三连啊 感谢支持了啊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那么 根据我的视频打法来讲的话啊 就有的网友这段时间也跟我吐槽啊 比较单一啊 对呀 没错呀 啊 我打Safe的话 呃 或者其他游戏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以杆枪为主啊 呃 冲冲锋型选手啊 你看这边啊 没血了啊 你给我一个伞 我照样拉到你们家里面 顶着你两个人来杀你啊 这就是怎么说呢 我玩游戏的一种习惯啊 打视频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会以这样的风格为主啊 因为这个玩游戏的习惯他也是改不了的 呃 有一句话说的好 狗改不了吃那啥啊 啊 差不多就那意思 大家也不能自己这样 把自己这样比喻啊 对吧 物理看枪啊 也不打算什么 心中有什么 有人则有人啊 照样瞄你啊 一个黄金那个抱头啊 用黄金系列的枪啊 给你一个黄金那个抱头啊 呃 就是乱杀啊 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乱杀吧 最近打Safe的这个水平有所下降啊 说实话啊 手感不是特别好啊 所以说啊 这个有的时候游戏玩的多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啊 呢 谢谢大家